各位評審好 我今天要來介紹我們的專題作品 值得是你 植物葉脈自動辨識出探 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即使遇到不知名的樹種 只要拿出我們的智慧型手機 對著葉脈一掃 馬上就能知道它的如山真面目 我們再也不用去翻譯了大量的書籍 不用為此而感到頭痛了 我們是利用樹有樹木名片之稱的樹葉 其中的葉脈 我們找尋它其中的一個規律性 再結合現今相當普遍的數位條碼 以及圖形辨識技術 再結合我們的生態教育 這些種種都成為我們投入這項專題的一個動機 我們的研究方法 首先我們先到戶外 我們從校園、郊野甚至到山中 都有我們的足跡 我們會將這些標本採回來一一保存 在這些標本裡面 總計有106種 我們再從每個樣本 每個標本 我們會各取十份的重複樣本 而且前提是我們的葉形跟葉脈 都要相當的完整 不要有損害 我們再將這些樹葉 我們會將它掃入到電腦裡面 掃入到電腦裡面以後 我們會利用AutoCAD這項軟體 將它分成葉長以及葉寬 這兩個方向 我們要去做量測 那我們葉長是分化為30格 葉寬則是分化為20格 至於量測的方法 我們是制定為一個分化格裡面 有葉脈我們就標記為1 無葉脈我們就標記為0 那這106種 還有十份的 每個樹種都有十份的重複樣本 總計1060筆的資料 我們會將它一一輸入到 我們的ECL試算表裡面 那全速輸入之後呢 我們的基模樣本的一個資料庫 就建立完成了 接下來呢 我們請民眾到戶外 幫我們隨機取 30個的測試樣本 那我們將他們的數位碼量測出來之後 我們會進行運算 那我們會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是數種標準數位碼運算法 這其中呢 有一個名字叫做標準值 標準值其實就是指 在一個數種當中 我們將它重複性最高的數字呢 作為它的一個代表的一個數位碼 那這就是標準值 那我們會用這106種的一個標準值呢 會去和我們測試樣本的一個數位碼 進行差別方合的一個運算 那運算過後呢 會得到一個差異值 那我們再用排序 將他們從小排到大 最接近者就是我們的時間影結果 那至於第二種方法呢 叫做全速參照數位碼運算法 顧名思義 就是利用1060筆資料呢 去和測試樣本的數位碼 進行差別方合的一個運算 那一樣也會得到一個差異值 再將它排序過後呢 最接近者就是我們的答案了 那如果夜長的表現不明顯的話 那我們就換成夜寬 在這次的實驗結果 我們的辨識成功率達到63.3% 那我們可參考性呢 更高達了百分之百 那這也證實了 我們的夜脈是有一定的一個規律性的 那又在其中呢 我們的黑板素已經測傷子這兩個素種 他們的一個表現性又最佳 那經過我們指援討論過後呢 我們發現他們兩種素種的夜脈呢 都很多 但是他們的分部卻相當的一個平均 那這些呢就代表他們的夜脈的疏密度呢 是會對辨識的成功與否 是有相當大的一個關聯的 那就像我們的長頸鹿一樣 長頸鹿他們種類不同 他們身上的花紋呢 也會有所不一樣 那況且現在的 現在還有人細稱說 現今的相機產量的一個公司呢 並不是我們以往所熟知的那幾家相機公司 而是現在的手機大廠 那再加上我們現在的見識科技呢 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了 那像是我們DNA鑑定 還有紅膜辨識系統等等 那我們其實現在呢 如果可以突破二維這項技術的話呢 那我們這項專題的研究的成功呢 是已經我們來講呢 已經不算是一個白日夢了 是可以指日可待的 那我們只是一個先驅 那我們必要帶動這個趨勢 那為紫瘟辨識上 有所攻見 那為紫瘟辨識上 那為紫瘟辨識上 那為紫瘟辨識上